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编来 欢迎来到民东正线 那么这一期我们要说一个事情 其实也是几个事情 我们首先一个一个来讲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 拜登快闪访基辅 所谓秘密之旅 从波兰坐火车路径 同行记者要保密 俄罗斯与乌克兰开战一周年前期 美国总统拜登2月20日突然现身基辅 以示支持乌克兰 据美媒记者指 拜登在当地访问逾五个小时 并且这次战区形成神秘 公开日程表示 20日早上他仍会在华盛顿 但实际上早已出发波兰 在乘坐火车辅乌克兰 同行记者要发誓保密且交出电话 据纽约时报指 按照官方行程表 拜登2月21日早上会抵达波兰的华沙 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行程 但白宫官员一直否认 拜登有到访乌克兰的计划 甚至根据白宫2月19日公布的日程表 拜登2月20日仍会在美国华盛顿 至下午才启程前往波兰 但实际上他一早已经出发 飞到半个地球之外 报道引述消息人士指 空军一号是在美国东海岸 时间2月19日凌晨45分起飞 及拜登是在深夜神秘出发 同行是庶民发起保密且要交出电话的记者 以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萨勒文 副幕僚长迪隆 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主任 托马西尼 拜登先到波兰 然后他从波兰边境乘坐火车 过境往乌克兰 然后他从波兰边境乘坐火车 过境前往乌克兰 在车身近十个小时后到达基辅 报道指 他也是乘坐类似的火车行程离开 回程会前往波兰首都华沙 报道称 在拜登能身处乌克兰境内的时候 记者都不得不报道拜登是如何前往基辅的 同行赴基辅的记者仅两名 据彭博社记者雅各布斯在推特指 拜登的基辅之旅约为六个小时 因为每每只是五个多小时 同行赴基者只有两名 另一位文字记者与一位摄影记者 美国国家公共电视台NPR则报道 另有一小群早在乌克兰境内的记者 他们在拜登抵达基辅后 加入了采访行列 那么这件事情啊 我跟大家来说一件事 说很搞笑的 他们就喜欢用这种标题 白左就喜欢用这种标题来装逼 什么秘密之行了 我在这里再次给大家重申一点 任何进入波兰的西方政要 首先都要跟俄罗斯打招呼 他们会跟俄罗斯打招呼 那有的人说为什么呢 我讲过了 你要知道北约的战机跟飞机 至今所有的西方的飞机飞行器 不管是西方也好 哪里也好 没有敢进入到乌克兰领空的 也就是说乌克兰的制空权和制电磁权 硬杀伤和卵杀伤的制空的两种权限 全是由俄罗斯来操盘的 只是地面有很多地方 没有被俄罗斯给控制而已 但是天空全都是由俄毛子来操控的 毛子在乌克兰上空划下的这个禁飞区 西方没有一架飞机敢进来 所以你会看到他们的政要 都是坐火车过来的 那么我想请问 俄罗斯一直都说过 任何进西方援助俄罗斯的 援助乌克兰的物资 都是俄罗斯的合法目标 西方也不敢怎么样 那么所以说你会看到 从波兰一个车皮一个车皮过来的这些物资 全都会被毛子给摧毁掉 全都被毛子给打掉 所以你会看到在乌克兰前线 其实没有多少西方的物资能够得达前线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么如果说你这些领导人过来 你坐着货车坐着客车过来 你走这个铁路过来 那毛子说 如果你不事先打招呼 我不知道这里面运出的是物资 还是不是物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你什么政要过来 他就直接轰炸了 那你这些领导人死了也白死 所以你要知道 为什么俄罗斯跟西方的关系如此糟糕 但西方却从来不驱逐任何一个国家的俄罗斯 驻当地的大使 我这个事情早就跟各位讲过了 每次都是他们的作秀 他们作秀还要求毛子 网开一面 别搞他们 我们对你的制裁 有些只不过是表面的 喊个口号 没有多少落到实处的 我可以这样子讲 到现在这些国家还在买着 包括美国都买着俄罗斯的石油在这里花的 所以你说他们关系真正到哪里去 只是在面上很糟糕 在私底下都在勾兑 所以说拜登所谓的秘密行动 完完全是扯驴蛋 俄罗斯是除中美之外 第三大卫星组网国家 它有它自己的格罗纳斯系统 而且又跟北斗接入在一起 空军一号 在美国 什么时候起飞 大伙心里一清二楚 你空军一号飞到波兰 从波兰下来以后 再有一列火车到乌克兰 毛子会不知道吗 这叫什么狗逼秘密行动 你的秘密行动只能称之为 说在给这个美国人看的这个方面 是保密的 为什么要保密 因为全城在跟毛子打的电话在沟通 跟毛子的军方人员在沟通 不要打 不要开枪 我们已经到哪里 你进来这个地方 你的坐标 你的所有的行程都得向毛子通报 他的空军 他的这个才会放你 否则的话 他直接把几个炮导弹 从离海打过来 几个导弹 轰了你妈的巴子 所以说他们在 一个一个西方政要 跑到乌克兰去做秀的背后 全是毛子 默许的 他们都是公开的 这个也是 一个相互交换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不要把他们这种 所谓访问基辅之旅 看成是什么挑衅 或者很牛逼 都是在那里表演 这个叫做大内宣 给国内人看的 懂我意思吧 你看这个鲍利斯约翰逊 当时为什么去基辅啊 在国内他要倒台了 德国的总理 欧盟的这些 为什么要去啊 在国内 也是一些丑闻 法国的总统 为什么要去啊 给意大利的 为什么要去啊 都是 你看那个 德拉吉 意大利的总理 去了以后 马上就下台了 马克龙那时候 也是因为一些丑闻 也就去了 都是搞大内宣 只要身上有麻烦 乌克兰去一趟 就代表了勇气 代表了正义 拜登呢 现在也是 为什么要去啊 原因也很简单 出了国民国国内 出了那么多的事情 他能不去吗 能不去抓下逼吗 所以他们去 我们要啊 真切的看到 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如他们讲的 好像保密的非常好 很牛逼 放你一个驴儿屁 你哪个飞机 你空军一号起飞了 我直接测算出来 你到这里 然后马上有一列火车 进乌克兰的 人家毛子卫星 跟这些战斗机会看不到吗 然后又说什么 哎呀 拜登在去的时候 乌克兰 这个防空警报大响 我没看到毛子 在轰炸这个机辅 对吧 没有在轰炸机辅 他就是在那装逼 搞大内宣 给记者看 你看拜登总统 多么勇敢 抵达一线 在视察的时候 俄罗斯人还在那里 狂轰滥炸 防空警报大响 我们国家 交给这样一位勇敢的 大统领来掌握 我们一定 没有问题的 大统领会保护好 我们的安全的 自由美丽坚 加油 美国是世界上 最强大的国家 没有一个国家 能够挑战掉我们 我们有自我 我们的信念 心条旗 永不落 放那个灯 灯灯灯 那个歌就上来了 他搞这个东西 这就是美国 所以说你了解 这里面的循环 离去以后 你就知道了 他妈 到底怎么一回事 然后呢 美国跟欧盟 还要再装逼 美国和欧盟称 若中国援助 俄罗斯武器 将产生后果 美国和欧盟 亲戚警告说 如果中国向在 乌克兰作战的 俄罗斯车队 提供致命性武器 援助 可能会产生 未致命的后果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告诉记者 这将对美中关系 产生真正的后果 他与中国外交政策 高官网易 直接分享了美国的担忧 布林肯说 我认为 中国明白 如果继续向 俄罗斯提供这种支持 会面临什么风险 他补充说 许多其他国家 会非常认真地 对待中国 对俄罗斯的军事援助 中国外交部发言的 汪文斌 星期一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无法向中国 提出要求 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是基于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 汪文斌说 无休止地 向战场运速武器的是美国 而不是中国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 约瑟夫·伯雷利 在布鲁塞尔告读记者 他还与王毅 讨论了乌克兰的局势 并要求他 不要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伯雷尔表示 中国这种援助 将是我们关系中的一条红线 伯雷尔在欧盟外长会议之前 发表讲话 并表示 乌克兰最迫切的需要是弹药 伯雷尔表示 欧盟的部长们将讨论 如何更快地向乌克兰军队 提供武器 特别是弹药 欧盟跟美国 又在搞大内宣 这次对象是去中国 对吧 这是双方关系当中的红线 那我说过 如果是红线 那就是一个谈判的筹码而已 那你要给我画下 台湾的这个红线 你们他妈的红线太多了吧 对不对 你们他妈的红线太多了吧 所以我说这一切都是扯驴蛋 中国也别警告美国 我不接受你的所谓的 给我提的要求 你不能跟我提任何要求 像乌克兰用战场诉讼 弹药最多的事情美国 我想要诉讼 你也拿我 拿我没办法 你拿我没办法 我 你没资格对我提要求 没有 你没办法来搞我 下方呢 你如果我给他送了 你牛逼 我就把台湾拿下 就这么简单嘛 对不对 你欧盟 你美国拿什么来恐吓我 你不扯淡吗 真的是 这也就是大内宣 哎呦 你看我们把中国给吓住了啊 我们把中国吓得他 不敢动弹 然后你看啊 另外一个 美国的这个 一名议员是怎么样 讲的啊 更加搞笑 警告中国误搭 普京列车 美参议院大佬 否则比赖尼还不如 中国可能援助俄罗斯知名性武器 引起美国朝野关注 南卡罗雷纳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院 格莱姆在最新 访问中警告中国 如果你们跳上普京列车 你们就是比赖尼还不如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20日报道 近日正在德国参加 慕尼海安全会议的格莱姆 这就是接受美国广播电视公司 早晨节目 本周跨洋访问时指出 他到中国决定向俄罗斯提供知名性武援助 驻俄军攻打乌克兰 将会犯下巨大的错误 如果你们跳上普京列车 你们就是比赖尼还不如 他还形容 这就像看了电影泰泰泰尼克号后 还执意要买一张泰泰尼克号的船票 所以说 大家看到没有 什么叫我们连赖尼都不如 是你美国连赖尼都不如吧 因为中国如果真的去援助俄罗斯 打乌克兰的话 你们整个欧洲就会被摧毁掉 你被打得连根渣的都不剩 是他们是烂泥 你也变成烂泥 你吸不了他们了 你不就变成烂泥了吗 他们说中国变成烂泥 这个参议员他妈个逼的 你以为自己是老几啊 你们自己他妈就在你南卡罗莲纳州上空 干掉中国这个气球 三枚导弹打中一枚 谁他妈想烂泥 中国的战机上去打掉你美国的高空震撼气球 我一发就就击中了 我还看着坚持C 你看着F22 谁是烂你 你看一下 拜托你看一下你美国的那个基建好吧 你那个铁路的那个铁轨 那个那个铁轨能跑车吗 三天两头火车脱轨 你们管过吗 除了他妈嘴炮还是嘴炮 你看他妈搞吗 大人他妈对射原子弹 第一个打就你南卡罗莲纳州 第一个哄你家里去 傻逼玩意儿 真什么白皮 身上一股他妈恶臭 天天把自己当当做很牛逼的东西一样 我真想他妈笑 所以说你看看 搞来搞去天天就只会对中国放干话 你美国杀手沦落到 只会对中国放干话 这样的行为了 没有实时性的东西 天天就就是讲这些 逼不逼软不软的东西 然后我们来看一个 到底谁是赖泥 一个报道 俄乌战争让德国付出 一千亿欧元经济代价 俄乌战争爆发一周年之际 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评估了 其对德国经济的冲击 该机构主任预计 战争还将继续对德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并呼吁企业及时调整战略 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主任 弗拉切尔 2月20日接受 莱茵邮报采访时指出 俄乌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 能源价格暴涨 让德国经济 2022年损失了1000亿欧元 大约为总经济量的2.5% 今后几年 德国为这场危机付出的经济代价 还会越来越大 弗拉切尔认为 由于德国在战前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度较高 能源密集型产业比重较大 极度依赖出口贸易及其跨国供应链 因此受到战争的冲击 程度也尤其大 战争对德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 尚未产生损害 但是如果企业不能加速推进生态转型 数字化转型以及经济转型 德国的经济地位最终会遭到损害 他还警告说 能源价格上涨将在今后10年前 成为德国的重大竞争劣势 企业以及政界必须通过加强创新 提高生产效率来弥补这些劣势 弗拉切尔呼吁 面对当前经济不利的局面 德国联邦政府切勿继续走 高额补贴传统矿物能源的劳碌 能源价格暴涨 固然让人疼痛 但也是一个必要的警讯 但愿这能让我们的经济更快转型 根据德国国会 德国商会的预计 23年底 欧武战争将累计对德国经济造成 1600亿欧元的损失 相当于每个德国居民损失了2000欧元 所以谁他妈的更像一泡烂泥 德国人去年损失了1000亿欧元 今年要损失 还损失600亿欧元 每年都是递增嘛 每个德国人的钱都被没收了 那这个只是说能源这方面 还没讲他妈你政府的财政补贴呢 那还要更高啊 还要更高 你对一个德国家庭来讲 一年少2000欧元 那他妈的 那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啊 因为大部分的德国人工资 也就在两三千欧这个水平 甚至还不到 两三千欧之间 然后你等于说 让他少一个月的工资 你不是要他命吗 所以这就是他们的现状 继续捉 继续屌 继续打口炮 没问题 中国给你们奉沛到底 中国不是已经讲了吗 给你奉沛到底吗 如果你只是用嘴巴来跟我们牛逼 谢谢各位支持